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江淮流域的小黄豆 说话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你别看它个头小 蛋白色含量非常高 这个黄豆要在水里浸泡12个小时以上 熬满了 我们以后进入下道工序蒸煮 这是我们蒸黄豆的蒸锅 这个蒸锅呢 只能一顿多黄豆 大概两千多斤 那这个得蒸多长时间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 蒸好了要进行焖制 这个压个石头是怕这个黄豆跑出来了吗 不是 让它蒸气不万一 这一步就把黄豆进行攀凉 整个屋子弥漫的都是豆香味 这撒的是个什么东西 这撒的是面粉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面粉 那小麦粉的目的是什么 让它跟黄豆在一起发酵 因为小麦粉会转换为糖分 黄豆转换为蛋白质 发酵过后就是更加的醇厚 更加的鲜美 我看咱们这个师傅年龄有点大呀 这位是我们丁师傅丁国云 他是世界上中国第一期拍摄的师傅 2010年是拍的 他自将只有50年了 这一步是干嘛 陈总 这一步是我们把豆子上取床 这学名叫智取 我们俗称就叫梅豆子 梅酱豆子 这个发酵大概一天24小时左右 它就会长出绿毛 白毛 现在好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酱油是什么组成的 只有四种原料 水 海盐 黄豆 小麦粉 所以说酱油在我们中国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坚持这种传统工艺 还保留原来的本味 每个蒋园都有它独特的秘法 我们田村蒋园的秘法是什么 整材 饲料和我们的破缸 我们的破缸不是破 是老 我们的破缸都经过岁月的吸引 最底头都达了十五十年 有的甚至达了一百多年 它里面有微生物 有益生菌 我们要靠它去发酵出最醇厚最鲜美的酱油 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 日本从我们的学过去以后了 它有干净的切打黄黄 它用母酮发酵 造出来的肯定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没有我们味道好的 这个就是以前零八十田的 塞足散连的黄豆酱 你们长那么大 可以见过这么好的东西 那个雅醋的酱油出来 特别的醇厚 特别的醇压 每一样工艺都没有改变 都是按照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法 进行那个量造的 谈成了四百多年了 放在缸里进行稀释 稀释过后了 然后装袋 装袋过后了 到木质压榨机里面的压榨 这个布袋用特殊材料支撑 这是我们制酱油的最后的道工序 叫木质压榨机 它是用杠杆原理 我们古人很智慧的 用这个杠杆原理 它节省了很多的人力 它能保留酱油主要的阴阳成分 那么以后到最后的话 上十块石头 一块石头抵千斤 十块石头抵万斤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这种 杠杆原理的智慧 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先进 因为用机器炸 它就很暴力 就会破坏这个里面的阴阳成分 用无力压榨仿吧 木质压榨机 它会柔喝很混合 整个过程要炸多长时间 整个过程要经历一天 好多人都认为酱油是黑色的 其实不是 省政的酱油就是红色色的 那些黑色的酱油就不是酱油 我们酱原四百年了 没出过一瓶黑色酱油 我现在手上拿的 就是两年的如法老酱油 你看到处来看一下 非常皮脱 杜达椎里面这个酱腺味更浓了 然后它这个咸度的话 给它不是特别咸 这就是小时候这种 古法老酱油的味道 这个如果拌个面 拌个饭 我想应该是非常美味的 一个字 鲜